主裁判的一声哨响 本场比赛也是正式开始 外围打一脚 打偏了 射门的来自于19号苏华贤 万象拉边了 矿手雷再给宋立哥提起安量 不错 万象到了近日 接打门 漂亮 抽进了 万象将为中国族小将A队打进一球 右脚 这一下非常的漂亮 脚球 这是瞄着梁君浩的后点就去了 中间幸亏是富丽的球员碰了一下 要不然的话非常的危险 显文直接远射 这下大门 投球 显文刚才是这一球 直接选择了外围的打门 距离球门是比较远的 造成了门将的脱手 给拿到 直接的大门漂亮 这球射的也非常的精彩 扑的也很及时 把球封住了底线 脚球 交叉的传递 矿手雷再分 后点万象的滑铲射 腾空而起 身心似艳 外围打一脚 漂亮的射门 这边在补射 这边的远射 颇有想法 而且射的也非常漂亮 小毛也是力保成本不失 直接打一脚 突出来 这边在补射 朱银的射门也是偏出了球门 钻过来了 看看这边大门 对下的防守 速重逢 太重要了 也太关键了 一记滑铲破坏了朱玉琳的打门 人生何处不重逢啊 人啊准处的判断 矿照雷 打一脚 进球 漂亮 矿照雷进球了 这就是矿照雷 所有的足球小将都围住了小框 这个进球也是非常重要 不仅是帮助足球小将队扩大比分 同时对于矿照雷来说也很关键 他之前也是多次射门 但都被拒之门外 这球传的很有想法 晃着雷跌跌撞撞 还是把球拿到再射门 立中 这边的任意球 直接奔向球门 这球进 这球应该拖出去了 到了这边 矿照雷绕过去 直接打的 漂亮 漂亮 三比零 矿照雷 没开二路 这也是源自于毛永斌的大脚开球 直接是找到了 小框 这个时候组裁判 吹上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中国组小将A队是3比0战胜了广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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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